C'm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传わせよ 恋する 孝春孤季 未来が そんな悪くないよ Hey, hey, hey こんにちは Shulingです 我们接着看第八课的绘画部分的内容 那么在进入大家听绘画之前呢 我想跟同学们一起回想一下 我们如何进行征求对方意见的提议 那咱们想最初级最简单的就可以 怎么样 征求对方的意见 比如说 询问别人敢想意见的可以用 どうですか 前项是你提出一个事情 然后どうですか 怎么样呢 或者是我们可以用 征求一起做某事的那种 ませんがましょう 这都是我们初级学过的 征求对方意见的一种提议方式 也是平时常生活中比较常用的 那我们再想想看 如何回应这些提议呢 那比如说别人问你感想どうですか 那就把自己的感想实际地表达出来 比如 面白色的感想实际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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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来听一遍 我们先来听一遍录音 我们先来听一遍录音 都市部に住む若者に絞ってはどうでしょう 我们先来听一遍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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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结束的时候 这个地方结束的时候 有一个 ということです 是 用来表示 某一特定人物 所说的话 传闻听说的 那么でした 前面 先日のお話では 这是一个点 因为是前些日子您说的 把他说的这个话呢 用どういうことだ 这样的形式呢 来引出来 但是是前些日子的 どういうことでした 这是一种 还可以怎么理解呢 我们讲了 どういうことだ 是用来转述 用来引述说 某一特定人物所说了什么什么的话 那どういうことでした呢 可以用来确认 向对方确认自己听到的内容 这里面两种其实都解释得通 对吧 前些日子您说 精心尤其受年轻人的喜欢 对吧 这是属于听了之后 再现在跟佐藤确认一遍 那也可以单纯的 来理解是我前些日子 听说的内容 听您所说的内容 铺垫后面 佐藤 我们讲 认可对方的话 是这样的 続いて 黄峰说 それで考えたんですが それで 因此 英国关系 因此呢 我做了这样的考虑 中国でも 金星のキャンペーンのターゲット 干嘛呢 找他针对的动词 应该是 しぼる しぼる ては ては ては可以理解为 消极假定 这个是我们在前面学过的 消极假定 就如果这样的话 就怎么怎么样了 用来劝告别人 别这么做 但如果我们说 在这里 其实跟什么消极 积极没有关系 对不对 可以把它单纯理解为 假设 是比较 正宗的来 假设的时候 书面性质 正宗的假设 我们用 ては どうでしょう 我们初级学 询问对方感想和建议的时候 是どうですか どうですか でしょうか 是比ですが 更为正宗的表达方式 这里的どうでしょう 把那个が省略掉了 意思就是 てはどうですか 前面ては 是我提出来的 我的设想 假设 后面是我询问你的 一个建议意见 那么他呢 其实就相当于 たらどうですか 这个要比较 日常生活化一些 たら 如果什么什么样的话 您觉得怎么样 たらどうですか 那我们看 稍微再礼貌一点 大家回想一下 初级学过的 どうですか 的礼貌语 也就是 どう的稍微 正宗一点礼貌语 我们是不是说过 いかが 对不对 所以稍微礼貌一点 我们还可以说 何々たら いかがですか 前面提出的 假设设想 如果这样的话 您认为怎么样 程度再高一些 那刚才又说了 でしょうか 比ですか 的程度更高 是不是 所以呢 在这个系列中 那么最有礼貌的 我们可以说 たら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那这个就是 更为正宗 更为正式了 たら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那么我们 还可以再往深的走 たら 就是假设 用的比较普遍 那么说 ては也是假设 除了之前学过的 消极假定以外 它也是非常正式的 书面性质的 那么 用ては来换たら てはどうですか 就比たらどうですか 正式一些 那按照这样的顺序 我们也可以把 てはどうですか 一步一步的 礼貌程度 逐渐升高 那就是 てはいかがですか て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越来越重重 越来越重重 那么基本上 这里面说的 てはどうでしょう 就已经非常合适了 提出王峰泽 自己的建议 然后问佐藤 您觉得怎么样 注意 这是一种 到了终极 比较正式的场合 进行征询 对方意见的 一个表达方式了 那这句话 我们再说一遍 就是 于是我 做了思考 那就是 在中国 我们也把 精心宣传活动的目标 集中到 住在都市地区的 年轻人身上 您认为怎么样 前面 ては前面 都是我的设想 どうでしょう 开始问你的想法 那我们看佐藤的回应 如何回应 别人的征询 それはい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ね 因为毕竟王峰也只是说了 一小部分 一点点 大致的说了一下 所以佐藤不能马上做定论 所以非常小心翼翼的说 也许还不错 かもしれません 是几率很小的 这种50%的也许 也许还不错 那我还要听你往下说吗 对吧 这是一种回应方式 下来接着看 王峰继续说 Sara ni 我们在讲述一件事情的时候 Sara ni 是属于这种 补充性质的说明 另外怎么怎么样 还有怎么怎么样 那进一步跟他解释了 希望佐藤认可 对不对 我们看 Sara ni キャンペーンでは CMホームページ イベントの3つに力を入れたいと思います 另外就是 在宣传活动当中 然后我还打算 看到后面 看到后面 投入力量 力を入れる 投入力量 投入力量到哪里呢 ni 投入力量到 广告 网页 还有活动当中 在宣传活动当中 我还打算 我还打算 我们投入力量 在广告 网页 活动 三个方面 做他们的回应 哦 CMとホームページ は分かりますが イベントというのは どんなものですか 哦 是对于对方的点子 想法的一种回应 就是 有一点点兴趣了 来了点兴趣 哦 这种感觉 广告和网页 我是明白的 转折 可是 你所说的这个 イベント 活动 というのは 所说的这个 イベント 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 怎么样的一个东西呢 我们看一下 王峰的解释 創作中華料理コンテスト と 金星支援会などを 考えています 創作中華料理コンテスト 大家还记得 是野田想出来的 他说 我们考虑了 办一个 新创中华料理大赛 和 金星这个酒的 市饮会等等 イベントは ホテル レストラン などで 行います 活动呢 自画是在 这个酒店呀 宾馆等地 受信 进行 行います 是比较具体的 所来做 某个事情 詳しい内容については 企画書を ご覧ください について 我们来复习一下 について 初級的时候呢 只是沾了一点点皮毛 它呢 是接在名词的后面 について 表示 关于 前向限定一个范围 后向在这个范围中 展开什么什么 关于 那么它常用的形式呢 有这些 について 强调的时候 については 那如果关于什么什么 方面也呢 についても 后面修饰名词 についての 关于什么什么的 什么什么 郑重形式 につき 或者につきまして につき 是について的 连用型的 中盾形式 我们看 其实还原回去 是につく 这个动词 是不是 用连用型 ます型 瓷干的中盾的话 会更为正重 那还有更加正式的 ます型的提醒 につきまして 这是正重形式 可以解释为 关于什么什么 好 我们看一些例句 这个是 についての 修饰后面的名词的 に本語についての 専門家を 紹介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可以拜托您 为我介绍 关于日语方面的专家吗 日语方面的专家 はい 続いて 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は 私は 何も言えない わ 在这里强调 关于那件事 我什么也不能说 强调关于那件事 その件につきましては のちほど お返事いたします 整个句子的基调 就是 非常正重了 对不对 所以につきましては 关于那个事情呢 稍后我给您回信 我回复您 居住基本法 国居民的 也 につきまして についても 好 那么我们还可以 怎么说呢 变成这种 尊敬语的 ご覧になる 这里面有详细 ですが 在这个先后顺序 国居民的 我们看一例子 さらに指摘したいことがある 另外呢 我还有想要指出的事情 指出的地方 这是我对我刚才 陈述的内容 进一步的补充 那我们看 それから的 夕食の材料を 買ってきて それから 電池がないから 買ってきてくれる 说你去买一点 那个 咱们晚饭的食材 哦 然后 电池也没有了 然后呢 你也买回来 能帮我买回来吗 这里是首要的 时间上的 你要先给我买 夕食の材料 是不是 然后顺序上的 然后是 其次电池等等 这两句式 来对比一下 没有那么严格的时候呢 さらに和それから 都是一种补充说明 我们接着看 说 接下来 可以这么翻译 接下来是关于 网页的事情 金星の呼吸を探る という口能を 設けてはどうでしょうか 手はどうでしょうか 又出来了 征询对方的意见的 嗯 就是 我们来 开设一个 設置开设 开设一个 コーナー 专栏 角落 开设一个 叫做什么样的 コーナー呢 探访 金星的 故乡 这样的一个专栏 您认为怎么样 左藤 显然挺感兴趣的 金星の呼吸を探る ですか 重复 用反问的语气 再重复问一遍 你是说 探访金星的故乡吗 然后解释 はい 商品のPR だけじゃなくて 日本の文化を 紹介するコーナーを 作ってはどうかと 考えています 在这里解释 为什么我们想要 开设这个专栏 因为我们考虑到 だけじゃなくて 商品のPR だけじゃなくて だけ是仅仅 那否定掉这个仅仅呢 不仅仅 我们看一下 だけじゃなくて 我们看完整的形式 不仅仅是他 介绍日本文化的专栏 的宣传 介绍一些食物 意识 也会很有意思的 ですが 说话很委婉 小心翼翼 在试探着 对方的想法的 なるほど いいですね 我们看这个时候 佐藤的这个回应 一开始 王峰只是提出一个 草案的时候 佐藤是 それはい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ね 还是不能给予 看不出来 他到底是 态度怎样 但这个就可以看出来 佐藤是非常钦佩的了 是不是啊 哦 原来是这样呀 嗯真不错 所以当对方 在征询我们的意见的时候 我们也是根据 对方的这个 谈话的流程 越来越深入 你的这个回应方式 也会越改变 下来 では王さん 取材にてみませんか みませんか 佐藤也提出来了 佐藤非常高兴了 那 哎呀 小王啊 要不 你去采访吧 取材に 你是表示目的 你去采访吧 得到重用了啊 中国人の目から 日本を取材した方が 面白い記事になると思うんです 这里有一个 ほうが 大家记得我们在做比较的时候 在做对比的时候呢 我们会常用ほう ほう 加强这种对比比较的语气 说 但是呢 从中国人的眼光来进行日本采访的话呢 我认为会成为一篇比较有意思的报道 当然我们日本人也可以 不过从中国人的角度会更有意思 分かりました ではまず会社に返って上司と相当させてください 那我明白了 那首先呢 请允许我先回公司和我的上司商量一下 这里用了一个 请别人允许我来做某事 使一太 てください 简单复习一下 させてください 请求许可的表达方式 因为させて这种是十一太 てください是请你 请你干嘛呢 请你让我怎么怎么样 その問題についてはよくわからないですが 先生に聞かせてください 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明白 请允许我问一下老师 还可以比较礼貌的来说 比如说我们看前提 社長ちょっと頭が痛から明日 社长我稍微头有点痛 所以明天大家应该猜出来 明天不想来了 是不是 休む 那首先是让我休息 我们应该把这个地方编好 是休ませて 那我们看看都可以有几种表达方式 刚才的这种 休ませてください 就是直接是请求别人让我做某事 直说 请明天让我休息 稍微 客气一下 休ませ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てもらう 请您为我做某事 那まず休ませて 可以请您允许我休息吗 礼貌程度还可以升高 是不是 变成四千的 休ませて いただきます 那这个就没有 跟别人商量的一句 没有询问了 就是说 让我休息 请您让我休息 那比他再礼貌一点 再变成问句 休ませ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请您允许我休息 好吗 礼貌程度逐渐升高 那这里面呢 我们也复习一下 就是如何请求别人 让自己做某事 就请求许可的表达方式 礼貌程度逐渐升高 那刚才王峰说的是 请允许我回公司 让我跟我的上司商量一下 就这个事就能定下来了 好了 那这全部呢 是咱们绘画部分的内容 策划方案出来了 然后呢 跟左团进行一个简单的汇报 征询左团的意见 得到了极大的认可和赞赏 那 接下来呢 我们稍微的练习一些绘画 都是跟咱们这一课主要的 就是提出自己的建议 征询对方的想法和意见相关的 你看一下 重新来重温一遍 把目标集中在 居住在都市部的年轻人身上怎么样 这也许不错 这是一开始的一个方案 然后呢 觉得还行 同意的 那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看一个别的 今晚一緒に飲みに行きましょうか 这个就生活化一些了 刚才那个太正式了 今天晚上咱们一块去喝一杯吧 那我们刚刚那个 还是有一些承认赞赏的 是不是啊 那这回我们来个拒绝的 大家试想一下 拒绝怎么说呢 不要太过于直接 委婉一些 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 然后后面说事实就行了 今日は約束があるんです 我今天已经有约了 不要直接拒绝说 いいえ 先道个歉 或者先不好意思的 ちょっとあの 后面陈述 客观事实 就可以很好的拒绝别人 好了 那么在这一集当中 希望大家来学会 如何正式的征求 对方的意见 然后呢 还有 だけじゃなく 何々も 不仅什么什么也 也要注意 させてください させていただく 只是礼貌程度升高的而已 都是征询 许可的一种表达方式 好 那么这一讲 就先到这里 はい これで終わります 1 2 3 4 5 7 7 8 9 7 8 9 10 10 10 谢谢大家